这绝对是张伟丽职业生涯最危险的比赛 遭对手一拳打得身体发软失去意识 险些被KO接受比赛 张伟丽提手狂砸20度下完成绝地逆袭 2017年8月28日 昆仑爵青岛战 张伟丽对阵马利利亚桑托斯 凭借在八九龙中的出色表现 张伟丽已经成为当今国内MMA领域最受欢迎的女子拳手 如今她再次夺回冠军金腰带 已让无数拳迷为之振奋不已 张伟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其实离不开她脚踏实地的打拼 在踏入八角龙之前 上处在成长期的张伟丽 在国内比赛中也有显向还生的时刻 张伟丽最终凭借顽强的毅力 加上自己高超的格斗技巧 成功完成了比赛的逆袭 她此次对手玛丽利亚桑托斯 一位来自巴西的格斗高手 按照常理来说 出生于柔术之相的桑托斯 她的地面技术应该是拿手绝魂 但是玛丽利亚桑托斯 却不是一个可以用常理来判断的选手 除了高超的地面技术之后 她那犹如毒吸一般的拳法 常常给对手造成致命的绝杀 这才是她的拿手绝魂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铃声敲响之后 张维利试图用扫腿控制比赛的节奏 但桑托斯的冷拳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其中多次命中了张维利 看来这黑姑娘的拳法确实很强 张维利成功用扫腿控制了比赛节奏 就在大家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 桑托斯突然一个接腿 并且给了张维利一拳 直接将张维利放倒了 张维利迅速一个牛腿成功转换位置 正欲成胜追击 却被桑托斯一脚踹开 两人再次恢复战力对拼 场面转换精彩刺激 令人目不挟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孔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两人不断的拼拳过程中 张维利已经被对手给打破了鼻子 桑托斯也并不好受 多次被张维利的重拳命中 桑托斯的抗击打能力明显更胜一筹 尽管遭受这么多的重击 但还是保持着一股积极进攻的态势 并且再次以拳法将张维利击倒 这一下实在是太危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 张维利再次被对手命中脸部 当时他的脚步就出现了亮枪 桑托斯也是准备乘胜追击 但比赛结束的铃声拯救了张维利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之后 张维利迅速调整状态 开始主动朝着桑托斯进攻 在张维利猛烈的攻势之下 桑托斯不得不选择抱住张维利 两人进行龙边缠斗 此时可以明显看到张维利鼻血直流 这是被桑托斯的拳法命中打出了血 张维利凭借自己的血气之勇 不管不顾地朝着对手 发起了拳法攻势 并且成功将比赛带入了地面 本以为张维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没想到下位的桑托斯 给张维利来了一招断头台 死死拿住了张维利的脖子 张维利随时都有可能被对手降服 张维利的脖子 被拿住断头的张维利不慌不忙 慢慢地寻找脱困的机会 最终成功摆脱了桑托斯的控制 并且开始了地面砸肘 在张维利近乎疯狂般的砸肘之下 桑托斯再也无力抵抗 全身无意识抽搐 裁判健壮脚停了这一场比赛 张维利以KO的方式完成了绝地逆袭 那大家喜不喜欢张维利这位选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